醒目一拍啊 咱们是书接前文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啊 这僧格正要准备着 去到北边砍俄罗斯人 这南边的伊尔强韩国派使者来了 这使者是谁派来的 是一位白山派的合作 您瞧啊 这伊尔强韩国啊 他源自蒙古 但是后来啊 这个韩国他信了回教了 整国全民的皈依了伊斯兰 都成了穆斯林了 咱们都知道啊 这叫门中人呢 显著的特点就是啊 分支多 最厉害的呢 两家就是这个逊尼派跟什叶派 咱们中国境内的穆斯林呢 除了这个部分的塔吉克人 其他的都是逊尼派 只有这一部分老乡啊 是这个什叶派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呀 他们主要生活在新疆和阿富汗的交界处 就在这个瓦汉走廊的北口 这伊尔强韩国呢 就是咱们现在新疆的南疆部分 所以这儿的穆斯林呢 那都无疑是逊尼派 如果再往细致了说呀 他们可以算上是苏非教派 这一派呀 最早有苦修的意思 您别看都是逊尼派 又出了意见分级 出了分支了 分为白山派和黑山派 这两个派呀 都出自意见 这是何卓家 最初来这传教的一位何卓啊 叫马哈图默阿扎穆 据说呀 他有四个儿子 这其中啊 长子和幼子在宗教上都有一定的成就 也就是啊 是他们家的老大和老小 后来老大主导的理论知识 逐渐就发展成了白山派 这老小的理论知识啊 逐渐就发展成了黑山派 这回您就明白了吧 实际上这两家 坐一根就是一家 是亲兄弟 因为宗教观点的不同 拆了支了 您别看那是亲兄弟分家 到最后打起来呀 那也是写葫芦一样 尸堆成山是血流如海 那么这会儿 一二枪韩国是什么情况呢 他既然叫韩国嘛 他必定有个大韩 他这个大韩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阿布杜拉韩 这个阿布杜拉韩呢 他是信奉黑山派的 哎 他怎么就那么的不顺序 他们家有个倒霉 儿子呀 叫做姚勒瓦斯 这姚勒瓦斯啊 可是一位虔诚的白山派信徒 您瞧了吗 这个这回啊 这白山派和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啊 是亲爷俩 您可别瞧是亲爷俩 这个爸爸呀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 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 把这儿子追随者们呢 也是一通屠杀 那这个姚勒瓦斯 他琢磨着不能从这儿干情的等着这爸爸把大刀砍过来呀 伸着脖子等死啊 那总不是办法 于是啊 他就想起一条计策 他琢磨着是不是能翻过天山 到这个北江去请准嘎尔人帮忙 请这准嘎尔部的大韩 僧格来帮忙 也不知道啊 他哪来的自信 他就真写了一封出信 派出了一支使团 翻过了天山 跑到了北江 来到了伊犁 就见到了僧格 这僧格一看呐 想都没想就决定出兵 因为啊 这僧格他们家好几代人 一直啊 就惦记了一耳枪韩国的土地和人民 那有董行的好朋友 这会儿就得说了 那要是和北江比起来 这南疆的土地算得上是贫瘠 因为中间那块啊 那就是沙漠 稍有地理常识的好朋友都知道 这北江啊 天山和昆仑山中间夹着的这块地方啊 叫塔里木盆地 中间呢 就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可是啊 您不知道的是什么呀 在那晚啊 这天山以北的蒙古人呢 他离不开粮食 可是呢 这群蒙古人又不会种粮食 种粮食的能手都在哪啊 哎 就是南疆的这群缠回 所以啊 看到这封求救信之后 这森格不由得发笑啊 得了 这块土地啊 看样子终于要归我了 那还犹豫什么呀 什么北边的俄罗斯啊 内部的兄弟不和呀 都能放放 咱们呀 齐心合力 一定要一鼓作劲 拿下叶尔枪 当然咱们这说的啊 不是叶尔枪城 是叶尔枪寒谷 那要论起打架来 在那块地方当年呢 这瓦剌人 要说我们呀 排行在五 那前四名必然就得空着 这帮托欧鲁特蒙古啊 是能争惯战 善于好勇斗肯 跑到南疆之后啊 三下五除二 就帮着这个 摇了瓦斯 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 还真不错 算是这位啊 阿卜杜拉罕呢 跑得快 跑哪去了 跑印度去了 就这样啊 这位大汗才算保住了性命 可是呢 这国也没了 这城也没了 信奉白山派的大汗儿子 姚勒瓦斯 这一下子 可就成了大汗了 自己在伊尔枪城 就称了汗 那么说 这位姚勒瓦斯称汗 他叫什么汗呢 哎 不知道 哎 不知道的原因就是啊 他称汗的时间太短了 那他称汗以后啊 这帮着来打架的 这帮蒙古人 可就不香了 于是这大汗呢 就总啊 有一搭无一搭的呀 跟这僧格等人说 你们是不是该回北江了 说一回啊 这僧格笑笑 说两回啊 这僧格摇摇头 说到第三回的时候 哎 僧格就烦了 还没等这位大汗说 第四回呢 僧格就派人呢 把他给宰了 扶持了他的一个儿子 当了傀儡大汗了 这位大汗叫什么名字呀 叫阿普杜拉提夫 可是说起来 这僧格呀 这政治智慧也就到这了 这僧格呀 借着自己大兵压境 连续扶持了两代傀儡大汗 看我就没想到 这样做呀 可能在他们蒙古 还算能行得通 可是啊 在人家这一耳枪 韩国 可能不太好使 为什么呀 人家是宗教国家 这老百姓对领导人呢 除了对这个王权的尊敬之外呀 这里边还有宗教信仰 你平凡的杀老子 扶持小的 这小的在群众当中 在教民当中没有根基 这老的这些追随者呀 自然就不乐意 并且僧格来的时候 初代大汗的黑山派 扶持起来的大汗的白山派 这两位大汗的一位让他打跑了 另外一位让他弄死了 也就是说这会儿啊 这群准男人啊 在南疆的处境啊 非常的尴尬 本来呀 是帮着这个白山派来打黑山派 结果到现在为止啊 现在白山派黑山派都恨这群蒙古人 这不是又扶持起来一位小的汗吗 哎 没过多久 那位黑山派大汗的弟弟 白山派大汗的叔 趁着这股混乱呢 就撑汗了 喊出的口号就是 一定要把整个二人赶回到北疆 没过多久 攻下了伊尔强城 杀了那位傀儡大汗 阿卜杜提拉夫 下一步啊就是要跟国土上的这群准嘎尔的蒙古人开战了 这会儿的僧格呢也坐不住了 因为呀 北疆伊尼方向传回信来了 远在北部边疆啊 这帮俄罗斯人又蠢蠢欲动 知道僧格不在家 于是他们就派出了不少的小分队 来到这个北疆 继续入境来抢夺财物 来掠夺资源 这会儿的僧格呀 也觉得自己是操之过急了 在这个南疆啊算是占不着什么便宜了 这家不能丢了啊 于是带着人马呀 只能是回原北疆 可是就在回原北疆的路上 这僧格呀 有一天喝多了 当天晚上就有两个黑眼 偷偷的溜进了他的大帐 书中代言不是别人 正是那两个对他不服气的哥哥 一个呀是车臣太子 另外一个呀是卓特巴巴图尔 这两个人呢齐心合力 你一刀子我一斧子的 就把自己的这个一母同父的亲弟弟给杀了 这不但是世亲 而且是夺权 因为这会儿 这僧格呀 还是本部的头人 那接下来呢 无论是这哥俩推选出来一位头人 还是这哥俩共同治理北疆 那应该呀 也闹不出什么太大的乱子 可是啊 这俩人还别说单拿出来 哥俩加在一起 也不足以震慑着厄鲁特诸布 这一下子 这墨西蒙古可又乱咯 北疆的厄鲁特部啊 立刻分裂成了各派 谁也搞不定谁 幸亏这会儿啊 这远在北方的俄罗斯人 没醒过枪来 他们并不知道 这一带狠角色 大寒森格呀 死了 要不然 就凭这群裸着鬼子的奏性啊 他们一定会杀过来 趁乱就一鼓作气 拿下墨西蒙古 那有人说这墨西蒙古 就会这样乱下去吗 等俄国人醒了枪打过来 侵占了这片草场土地吗 当然不会 就在后来准盖尔韩国的首都 伊犁的王帐当中 这会儿一位老妇人 和一位年少的妇人呢 正相对而坐 身边啊 还站着一位四五岁的孩子 那么说这位老妇人是谁 这位老妇人呢 就是森格和嘎尔丹的母亲 叫做俄敏达拉 那是大名鼎鼎的土耳呼特部首领 舒古尔戴青的闺女 那位年轻的妇人呢 叫阿努可敦 是刚死了的大汗 森格的妻子 势力在一旁的幼童啊 就是这森格的幼子 叫做策望阿拉布坦 这老人先开口 他说呀 咱们不能在这儿 孤儿寡母的等死 这孩子虽然是头人的儿子 但是太小了 要想延续咱们一脉呀 那必定得让他溜叔回来 那书中代言 他溜叔是谁 他溜叔啊 就是后来草原上赫赫 有名的大汗嘎尔丹 这会儿的嘎尔丹 出家在大昭寺 在武士达赖坐前呢 修习佛法 听完这老太太的话呀 儿媳妇 僧格的这个遗孀小寡妇 阿努可敦呢 面颊微红啊 低下了头 没接这婆婆娘的话茬 这老太太接着说 你虽然是老五的媳妇 可是我知道 你和老六从小啊 青梅竹马 你也不用考虑了 我也不打算征求你的意见 等到老六回来 我就让他还俗 收了你的继婚 自称 你就是他的新娘 他的可敦 一指旁边的孙子 侧望阿拉布谈 以后再不能称呼他为六叔 你要称呼他为 富汗 你专门 你老太太 你老太太 我还认架 你老太太 我还认架